大家好 我叫尹雪晴 今年22岁 来自吉林松原 我的爱情宣言是 如果说谈恋爱是一场赌注 那么我一定是潜力股 你敢不敢跟我赌 来看9号刘思涵 你说你长得跟个超级马力似的 到这儿扒把我灯就给灭了 蹦的蹦的 这家把你给能的 就是之前场上咱们老看节目 不有个定论吗 15号大圆圆女神的灯不能灭 9号女神的灯闭灭 这个诅咒我就要在你这打破一下 不可能的 走着瞧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小伙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尹雪晴 今年22岁 家在松原 我现在在长春上大学 是一名大学生 我对于自己有一大总结 那就是三步突出一特长 首先身高不突出 我平时跟我朋友站在一起 就好像站到了坑里 但是我人小能量大 我有自信的 长相不突出 我朋友他们都长得挺帅 而且还都有对象呢 现在就剩我老哥一个 都嫁给我仇的呀 条件不突出 我之前省了半年的生活费 攒钱买了辆电动车 回头一发现 校园全都是开车的 这是炸心了 我还有一特长 我跟你说老恋了 那就是脸特长 脸特长 我的脸实际测量有27厘米 这个数放在别人身上 可能不算啥 但是放在我只有一米七的个子上 它可真是特长了 22岁是国家法定规定的结婚年龄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找个对象 因为我觉得我到什么年纪 就该干什么年纪该干的事 22岁的我预计今年找个对象 23岁准备结婚 25岁准备生个孩子 30岁我感觉我孩子都应该打酱油了 这些事都是我30岁之前应该干的 对于那些30岁还没有对象的人来说 我感觉你们的人生真是失败 虽然我现在是一名学生 但是我坚决不找校园恋情 我想在社会上找一个踏踏实实 能和我一起过日子的女孩 大部分大学生都像有一段校园恋情 但我不是 因为10个有9个都得分手 都不靠谱 我反而喜欢那些已经不如社会的女孩 她们给我的感觉是都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这样出个一年半载就能结婚 虽然我现在是一名学生 但是我想谈一谈社会上的恋爱 如果喜欢我的就选择我吧 12号 阿英 你现在还没毕业呢 那还上学啊 那你什么时候毕业呀 还有一年半 还有一年半呢 你说你不想谈那个校园恋情 要是如果说你在社会上找一个女朋友 她天天上班 然后上班烦心事还是挺多的 回去跟你说 一说你啥也不懂 然后你考试再不顺行 你再跟她一说 她也啥也不懂 你俩能有话题吗 所以姑娘们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觉得小伙子你22 干嘛不把大学读完 你再到这儿来找对象来 为啥就急在这一年半了 就这么着急呢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谈一段恋爱 等到大学毕业之后结婚 等到30岁的时候 孩子就可以打酱油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很符合发展规律 也不是说你爸爸妈妈硬性要求你的 一定早结婚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她是觉得应该成家 生孩子 家里面稳定了之后开始利益 对吗 对 对 你看是这种观点 这个二号范老师怎么看 你就想找一个步入社会的 我感觉相对成熟一些 那你觉得你跟这种女孩能沟通的流畅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 范老师跟她沟通一下事实 就比如说我就是刚步入职场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直属领导和你的老总同时安排你一个工作 而且都非常急 只能先做一样后做一样 你先干谁的活 先干直属领导的活 不对 你应该看这两个活 哪个干得能快点 哪个 哪个干得慢 先把干得快的抓紧干了 再干干得慢的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一个小问题就能看出来 其实你跟步入社会的女孩 没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你只是没接触过 你想有一个这样的尝试 这些是我之前有想过的 但是我感觉 两个人一起打拼过 一起共同奋斗过 获得的成果 更有意义 四海王宁 那我问你 如果我投资你三年 最后我们没有好的结果 那我这三年 我的试驾或零也好 我错过了很多 我胜利没好东西 那你觉得 你是怎么来 看待我错过的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没有开始 就选择了放弃 因为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今天都不像是找对象 所有的人你们都像是 就是单位的领导 或者招聘部门 那你对你接下来 是怎么打算的 怎么想的呢 你是你出对象 是不是失败了 你有以后 为以后做过规划吗你 你想过吗你 一个全都是这个角色 大家没有发现 是关系过我们的那些问题 我觉得人家做好准备了 只不过姑娘们 现在都在单位工作呢 人也是做好 要爱一个女人 要承担一个家庭 要做一个家里的顶梁柱 是做好准备的对吧 对 就咱把腰板挺起来 对 这样你们给损的呢 你看看 来我们继续对这个男孩 有点了解 看第二个短片 在生活里 我就是别人口中的 何事佬 打啥呀 有今天那点小事是不是 一旦哄女朋友 我就不会了 我喜欢可爱但不怎么撒娇 温柔中却带点狠的女生 有小虎牙就更好了 上一段恋情是因为一地而分手的 她去了白城 我在松原 但现在我感觉吉林省内的都可以 因为吉林处处通高铁 去哪都很方便 我从初三开始就开始看节目 也算是全城热恋爱的忠实观众了 之前一直以为8号和9号是女神位 但是直到大影子的出现 让我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 女神位变成爷们位了 对于台上女孩的长相 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长得一般的 比如张牙牙和大圆圆 还有一种分类是好看的 比如6号费费和14号大脸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小 但是我觉得年轻就是资本 爱情和结婚本来就像一场赌注 十几年前 谁能想到马云会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投资我准没错 十四号大脸 其实小五 我不太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你可能看节目也看出过 刚才还想怼的你 但是你给电视里说完了 我特别好看 我就此时此刻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是发自内心的吗 你说我很美吗 我戴着眼镜看你确实很美 你过来上边角的 把眼镜眨下去看过来 我这眼睛都挺高的 别过去了 我过来 你让他过去干啥 吓着胡道 他说他戴眼镜好看 他意思戴眼镜 他就够高了 能看着挺好看 挺好看 我问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的 主要是你把大圆圆都分成一般的了 其实大圆在我心中是女神 你把他分为一般的 我有点不理解 我不说实话 而且你还把他跟张鸭鸭分到一起 张鸭鸭都丑啥样了 哎呀 不愧是大圆在组合 姐妹活 张鸭鸭也就是走了 张鸭鸭不走 你说他丑成啥样的 他不得跟你干 来那个六号 费费 老弟 虽然咱们两个不适合做情侣吧 但是我觉得你眼光还是 还可以 你怎么觉得他眼光还可以呢 刚才说什么了 说我长得好看 说的确实实话 你长得像十二岁 长得像多大 还有一个十二岁 怎么到这个小伙子 你那眼神一下好使了 都看出十二岁来了呢 我刚才那看短片 我 使劲看了 对使劲 使劲看的 我这样看的 然后呢 你看 扭住了 又被你打乱了吧 没有 没有 我二三岁 但是我不如社会六七年了吧 我觉得你 你就是想找一个人 见证你的成长吧 并不是吧 因为我感觉 短短的几分钟 不能评判一个人的成熟与否 需要时间去打磨 去见证 好吧 十四号大脸 其实那个 你不适合我 我完全是因为 你说我好看 我这是报答你呢 用亮灯的方式来报答你 哎呀呀呀 你看看啊 廖花菲菲 我跟她差不多吧 也是要是不留灯的话 不是整片都播不了了吗 小孩太小了 完了 也不适合在一起 在她夸我吧 我确实挺开心的 我挺自卑 也没有自信的 谢谢你啊 第一个说我好看 所以你说今天姑娘们 跟你这些对话 是否对你 接下来的成长 也会有些帮助呢 今天这个 这一课上的我很有意义 回忆我会很好的总结 好有 好吧 尹雪晴同学 这一课下课 再见